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玩笑 开玩笑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好吧 然后洗洗压旧 没有 我只是说对于新同学我会做一个更多的一些照顾 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去听过我们的课 所以说相关的一个环境可能说要照顾到 不然上来就直接细学案例可能有点不友好 然后我们今天写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爬松 去写一个爬松的一个案例 然后爬的一个数据是一个小网站 可以吧 拍项目设计版可以吗 可以 这个乌凯同学 OK 那看样子好像没有什么 对吧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听的东西 那我就放肆了 好吧 那今天下午的话呢 我们爬的这个网站呢 是这个好看的小姐姐 一个专门看小姐姐的网站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爬的一个网站内容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 等一下啊 这个还好啊 好吧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图片的话呢 是要去采集的一个数据 好吧 要去采集这个数据啊 他怎么把自己洗澡的照片留出来的 不过不太好啊 不太好 但是问题不 但是没关系啊 但是没关系 好吧 然后用记事本都可以啊 什么工具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啊 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的话呢 你用一个比较舒服的工具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对吧 比如说你用这个潘夏姆去携带嘛 的话呢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那今天这个案例的话呢 主要分为两个啊 还是两个流程 首先第一个流程的话呢 是这个网站的一个思路分析啊 我看是这个有道皆是紧密啊 因为他没改名字啊 因为他没改名字啊 好吧 这个课题的话呢 是我定义的啊 不是这个腾气各郎定义的啊 我想讲什么 那就是什么 明白吧 明是蓝的改名字啊 谁去看那个名字啊 好吧 一般这个课题内容都是以这个老师推荐的 就是助理老师发给你们的那个课题为标准 好吧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工具大家知道打开吗 有没有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不知道这个工具怎么打开同学 有没有 没有吧 我再讲一遍啊 这个工具的话呢 是我们通过F12啊 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点击 对吧 右键点击这个检查打开啊 然后这个工具你们自己之后去看吧 好吧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在这个网页当中呢 进行一个刷新网页的一个操作 会进行一个刷新网页的操作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network 因为这个network的话呢 里面会存储于我们网页当中的所有数据内容 也就是说 不管你看到的是一些图片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图片 对吧 或者说你某一天你看到的一些视频 或者说一些文字啊 音频啊 这些内容 它都会在这个network里面出现 懂吗 都会在这个里面出现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的一个专业名字叫做一个网络面板啊 网络面板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访问这个网站 所有的一些任何的一些操作 对吧 任何的一些这个看图片的操作啊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生成 对吧 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一行一行内容呢 我们把它称作为数据包啊 把它称作为一个数据包 对吧 这个是一个数据包 然后下面的全部都是一个数据包 对吧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是干嘛呢 对吧 就是要去找到这里面对应的一个图片啊 这个数据包里面对应的每一张图片 还没有啊 对应的每一张图片 对吧 当然这个图片的话呢 你去看起来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晰啊 不是特别的清晰 对吧 只有当你点击进入到这个里面之后 你才看到这个图片它才会更加的大 对吧 更加的好看一些 对不对 那我们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目的要在这个这个页面啊 在这个链接当中 对吧 这个网页当中啊 去拿到呃 拿到所有啊 所有这个详情页的一个链接 懂吧 拿到所有详情的这个链接啊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批量的访问 对吧 就比如说啊 这个一个个的去访问到这个链接 对吧 然后去拿到里面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吧 也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啊 能不能理解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这个相册页面啊 对吧 需要在相册页面 拿到所有每一张图片的一个地址 这个能不能懂 有没有不懂的 没有是吧 好吧 那这个我这个应该能懂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去学啊 好吧 我们现在的话呢 要去找到每一个链接在哪里 当然这个链接的话呢 并不是说我们对吧 随便去找就能找到的啊 首先我先要介绍到第二个东西 呃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相册的一些名称 对吧 我需要的是去找到这个相册的一个地址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搜索框啊 这里面有个搜索 好吧 你们可以点一下它 OK 点完大桌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搜一个2020303 可以搜这个 对吧 可以搜这个数字都可以啊 然后你通过一个回车 你可以找到一个唯一的数据包 看到没有 可以找到一个唯一的数据包 那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里面其实就有什么呢 对吧 就有这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当然这个图片链接比较小 对吧 但是没关系 它上面的话呢 有一个内容啊 对吧 刚刚看到没有 这里面弹出了一个框框 你们有没有定位到这个框 对吧 在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链接啊 你往上面一看就会看到一个链接 然后这个链接你一访问 你发现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详情页 对吧 这个大图片的一个链接 这是一个小图片 对吧 这是一个小图片啊 是不是 看到没有 对吧 给大家找一张大图啊 这个才是不对啊 这个应该才是大图啊 好吧 找到一张大图片啊 对不对 那么厉害吗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去访问的呢 就是这个链接 好吧 要去访问的就是这个链接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爬去的数据 所在的一个 所在的一个地址 好吧 OK啊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我们搞定之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一个 爬虫的一个实现流程 好吧 爬虫实现流程的话呢 可能里面写了很多步骤啊 但是你们需要记住的呢 就是四个步骤 对吧 你们不需要啊 把这九个步骤 从头到尾背下来 好吧 那你们需要去记的呢 就是四个 第一个发送请求 第二个是获取数据 好吧 第三个是解析数据 最后一个呢 是保存数据 好吧 那这四个步骤 我再一遍一次去解释一下啊 发送请求呢 就是去访问到这个网站 好吧 然后呢 获取数据呢 就是获取到这里面 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网页原代码 好吧 然后呢 解析数据呢 就是要在这个里面提取一些 我想要的内容 去掉一些我不需要的内容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保存数据 把这些我想要的内容 给它保存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是我们主要的四个步骤 好吧 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这几个步骤可能要经过一个 一个轮回啊 经过一个更替 对吧 比如说他首先第一个 发送请求获取数据 然后解析数据 对吧 解析数据 我们拿到的是这个向策 详前的一个地址 懂吗 那我们直接开始去写代码 好吧 首先我们大家先导入一个模块 通过这个import 去导入一个第三方模块 第三方 为什么说它是第三方的一个模块呢 是因为它需要你去额外的安装 需要你去额外的安装 好吧 没有安装同学呢 记得去安装一下 好吧 那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实现 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那就意味着就是去访问网站 他们可以当做一个 他们是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东西 懂吗 你可以去通过这个request 点一个get 然后呢 就把这个链接 给干嘛呢 对吧 先给它存一下 存到这个上面 对吧 然后呢 直接对这个链接 去发送请求 request 点get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一行代码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当然发送请求之后的话呢 它会给到我们相对应的一个响应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 请求它之后 它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是同意还是拒绝 你都得给我一个结果 对不对 而不是给我调整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吧 通过我们这个 又还是同样的啊 把这个东西内容呢 给它去接收一下之后呢 我们通过右键运行 来给它打印 看一看 看一看 对吧 那看到 大家看到这个response200的话呢 就证明着 就意味着 你已经请求成功了 对不对 已经请求成功了 那请求成功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拿到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点test 拿内容 那你们都 都沉默寡言 都沉默寡言 比较害羞的话呢 我就按照我的进度去讲 好吧 有问题的同学呢 就直接打断我就可以了 可以吧 对吧 发现你们 不管是新同学还是老同学 今天好像感觉都挺闷骚的 不对 不是挺闷骚的 不是 是挺闷的 是挺闷的 你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吧 我讲半天 我一个人对着这个网站 看半天 说半天的话 结果你们一句话都不说 对吧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好吧 然后 把这个内容给他 存储一下 人家害羞吗 得了吧 你还害羞 你要说是一个新同学 对吧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叫啥 对吧 比如说是一个新同学 第一次来听我个同学 有一点点害羞 我还能够理解 对吧 像你们 得了吧 对吧 你们还害羞 对吧 说是来谁信呢 说是来谁信 我不信 好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Person 模块 我们导入了第二个第三方模块 这是第二个第三方模块 对吧 它是帮助我们去解析数据的 解析数据的 好吧 解析数据的话 首先我们来一个Person 点Select 周五就该有周五的态度 好有道理啊 我竟然没有话说 但是我们周日也有课呀 你不会以为我们今天就没有课了吧 不会吧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去写一个CSS语法 去提取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首先我提取的一个标签呢 是这个H2 H2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对吧 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对吧 标题上面的话呢 有它这个链接对应的一个网页内容 好吧 有这个内容啊 就如果说有不会去写语法的同学 也没有也没关系啊 你可以去通过右键 copy一下Select Ctrl F 对吧 这样去写一下 就差不多就OK了 好吧 然后需要把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稍微改一改 这个有点烦啊 我要需要把它改一改 不用它的 不用它的 我们自己写啊 不去不去copy啊 我们自己写 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获取里面的一个A标签 A标签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是这里面的一个链接 那对应这个链接内容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属性选择器 去获取 对吧 获取里面的一个HERV 然后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点一个getout 好吧 点完getout之后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链接的一个地址 linkUIL 好吧 然后把这个链接地址呢 给它来 来一个输出语句 给它打印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提取成功 好吧 看一看 那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这么简单的方式 就已经 全部获取到了 看到没有 就已经全部获取到了 这个链 这里面的一个链接呢 是每一个详细的链接 注意到没有 我觉得这个网站还是 就多多少少 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吧 就它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 还有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逆向可以用来干啥 逆向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爬松里面的一项 反爬 反反爬技术 懂吗 反反爬技术 在你们之后学的时候会去学到 逆向解密 对吧 就举个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吧 对吧 我们今天去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呢 对吧 你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链接当中呢 有一些 不能这么说吧 对吧 就你发送请求的时候 它有一些参数 要进行一个教验 你看吧 它有一些参数 要进行一个教验 然后呢 这些参数还是随机的 对吧 它是 你去访问网站 它那个参数还是随机的 就你不可能说 你直接把这个链接一复制 一访问 你就能够直接拿到数据 这样拿不到 对吧 像一些特殊的网站 它经过了这些加密之后 你去访问它 你是访问 你是访问不了的 对吧 你是访问不了的 那里面的参数呢 你要去根据 根据它里面 加密的一些规则 你去 对吧 你去 你去 可以说是破解它吧 对吧 可以说是破解它 对吧 你看吧 去破解它的一个加密参数 然后的话呢 你再去想办法 跟它构建一个 同样的参数 同样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XY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才能够去访问到 这里面的内容 对吧 就像这个 就拿你去解方程 来举例子 对吧 比如说这个网站 里面有一个小方程 对吧 什么X加Y 2X平方 加2X加Y 对吧 这个玩意儿 对吧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XY里面的值 给它解出来 对吧 你才能够访问到 这个网站 好吧 我就只能举 这样的一个例子了 然后这个解 解方程的一个过程 就是解密 好吧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呢 当然啊 它没有数学那么的 枯燥无聊 好吧 可以吧 事实证明 老实证老实批 关掉了 关掉了 OK啊 入这一行 对称加密 分成对称加密 摘要加密 都得觉得 没错 没错 爬从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习惯就好啊 来吧 就后续的话呢 其实相对应的一个 内容啊 相对应的一个内容 我们都会教啊 就这些玩意儿啊 这些玩意儿 我们都会教啊 好吧 这是任务同学说到的 就在我们后续的这个 进阶课程当中 会教的啊 然后我们就继续了 好吧 前面有问题的东西 可以问啊 没有问题 我就继续继续继续讲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去 首先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们拿到之后啊 需要去对他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访问 对吧 访问的话呢 同学们我们怎么去访问 这个就是执行第四个步骤了啊 对吧 第四个步骤 就是去访问到每一个详情的一个链接啊 呃 那对于访问访问的话呢 我们访问网站啊 使用request就对了 对吧 用request啊 然后我们通过request.get 把链接传进来 那这行东西就可以帮助我们访问网站 明白吗 啊 那访问网站的话呢 我们他会给到我们一个 response 啊 但是注意啊 就大家不要去把这个response呢 嗯 给他重复的命名啊 我们在后面点一个test吧 可以吗 先不点test吧 还是同样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结果 好吧 呃 这个response的话呢 我们不能这样去写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已经有这个变量名为response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改一改 改成一个1 那改成1之后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 呃 看一下他的一个响应结果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拿到他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对自己比较自信的话啊 就比如我啊 我是很自信的 我一定能拿到数据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看到的一个数据内容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对吧 那那有同学啊 有没有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东西是 啊 是哪个网站的 对吧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的啊 对吧 就不明白这双代码是什么东西的 是哪里来的 啊 有没有 问你们知道的啊 估计你们都不会鸟我啊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的 啊 结果不知道的也不 也不跟我说话啊 那算了 那算了 好吧 嗯 嗯 我不管你们了啊 不管你们了 我生气了 呵呵 好吧 然后我们去提取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来复制一下 呃 来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规则啊 这个是属于只有一张图片 我们来找一找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相册可以出现多张图片的啊 啊 那看这个啊 有多张图片 对吧 呃 那他有多张图片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规律 那也简单 对吧 这个语法 就简单了 好吧 这个语法的话呢 我们DataHTML一个2啊 然后写个1吧 好吧 写个1 呃 然后我们还是同样使用这个Persel 啊 Persel点一个selector 好吧 去提取他的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呃 第五步 这个是获取数据啊 然后这个步骤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 我看不懂啊 但是我大受震撼 你放屁啊 好吧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select的1啊 来去解析数据 好吧 然后点c 点css 还是使用css 好吧 但如果说你们会这个xpass的话呢 也可以啊 改个名字 你就是新来的了 你把这个腾讯课堂想得太简单了 好吧 你把腾讯课堂想得太简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吧 那腾讯课堂是什么 对吧 我换个号啊 好吧 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你要是真的想啊 对吧 我每天换个号来听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不可能说通过你的一个习惯 对吧 去判断你 你是谁 你是谁 对吧 这个我还没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能力 好吧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 我就是想要多搞几个号 来听听你课 对吧 你如果说有这么无聊 那我也没办法 对吧 应该不至于吧 对吧 应该是不至于的 好吧 然后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图片链接 给它打印出来看一看 来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它太不把 太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 太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 对吧 其实 你发现没有这个网站的妹子 感觉还像质量还可以 质量还可以 这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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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个 不讨论这个 好吧 然后这个我们拿到之后的话呢 就要对它去进行一个 干嘛呢 对吧 那我们现在大家拿到的一个东西啊 拿到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呢 对吧 就还是链接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还是链接 那它既然是链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干嘛 就可以去通过request去访问 对不对 明白吗 就可以通过request去访问 所以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循环 循环一个imagine 一个imagine list 把这个列表呢 循环出来 对吧 然后呢 干嘛 使用request.get访问 对吧 能不能理解 然后 我们在后面点一个content吧 对吧 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叫做一个 imagine的一个data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首先保存图片 保存图片 图片的名字 我们要拿到 对吧 图片的一个名字 对于图片名字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去取吧 取谁呢 就取这个imagine里面的 对不对 我们点一个split 对它进行一个分割 分割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斜杠 去分割就可以了 对不对 分割的话呢 在后面我们 取到哪个内容呢 对吧 取到这个最后面的一节 也就是这个标 这个最后面的一节 对吧 最后面一节的话呢 我们直接去使用这个 负一就可以取到 然后这个是一个 imagine的一个nama 好吧 那 最后 最后 对吧 这个我们就删掉了 第八个步骤 最后一步 我们就保存数据了 对吧 可以吧 来啊 当场下班 还早啊 还早啊 我讲得好快呀 你们都不说话 搞不好我讲得好快呀 怎么办呢 对吧 那就只能给大家加案例了呀 把内容保存到imagine里面吧 好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model啊 model是一个二进制的写入 I字F 对吧 F点一个ret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imagine的一个data呢 给它写进来 好吧 写进来之后 每写一张图片 我都给它来一个打印 来一个打印 对吧 来吧 爬取成功 正在爬取吧 爬取 OK吧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下午讲得快 晚上讲得慢 这是有原因的呀 因为晚上 邻居的同学比较多 所以下午的话呢 一般本来也没什么人说话 对吧 所以说我就 相对来说 没有什么 没有技术的同学 他也不会问 所以我干脆 我就讲就算了 对吧 我讲得细也是讲 讲得不细 他也是讲 那我 对吧 还不如多讲几个案例 让你们舒服一舒服 对吧 让你们爽爽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好吧 然后这个图片的话呢 我们就爬出来了啊 看没有 这个就是 这怎么 第一张图片 主是有点奇怪啊 那这个 我的天哪 还是这种的自然一点啊 说实在话 你看这种的 我觉得有点奇怪 对吧 这种自然一点 都很正常嘛 这图片没什么大不了的 都很正常 对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对吧 好吧 然后 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个案例 这样就结束了啊 不要以为我们的案例 这样就结束了 还没完 还有翻页 你看吗 君子也防 对吧 防你们就算了 对吧 连我都防 对吧 真的是 这是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啊 然后翻页的话呢 给它构建一个就可以了啊 构建一个玩意儿 然后这里面 看它最多多少页吧 好吧 我有最旧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啊 我有111页 还蛮多的啊 蛮多的啊 从第1页吧 到111 112 我们要不要把它改一改 同学们 要不要改一改 把它改成一个 我这里面有啊 结果这里面有 那我们就对照这个改一下吧 这个是我以前写的 以前写的 那我们就对照这个改一下 可以吧 好吧 要改成函数啊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多线程去爬 好吧 应该爬得快一点点 对吧 我还有没有 我还有没有必要要讲啊 我看里面还有多多东西在啊 嗯 我觉得这个图片真的是 一般般啊 一般般 你们是没有见过猛的啊 你们是没有见过猛的 真的 我说真的呢 你们是没有见过厉害的啊 什么叫厉害的呢 我这里面有一个合集啊 这个才算厉害啊 这个才算厉害啊 对吧 有一个合集啊 不过这个 怎么说呢 对吧 就这里面 那里面的一些图片啊 嗯 是我偷的 不是我爬的啊 不是不是爬的网站啊 是我偷的 好吧 好吧 OK啊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内容 它可以去下载多页了啊 可以下载多页了啊 可以下载多页了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它 稍微的改一改 改成这个多线真版本的 嗯 我们可以 来吧 来 对着它改一改 可以吧 把木质老师放小一点啊 好吧 呃 然后这个改的话呢 首先我们先要把这个 请求啊 发送请求这个方法 给它来copy一下 对吧 请求 发送请求这个方法啊 可以直接copy可以直接用的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 保存数据啊 我们也来复制下来 可以改一改啊 复制下来改一改 嗯 把这个title的话呢 给它干掉吧 来干掉 对吧 这个是保存数据的啊 这个title我们也不要 好吧 然后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保存数据 嗯 除此以外的话呢 是这个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 把这两个都复制下来啊 统一的都改一改 好吧 这个是第一层解析数据啊 解析数据我们刚刚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通过它 对吧 是不是通过它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copy它 对不对 然后呢 给它来粘贴进来 对吧 哎 Return一个linkUIL 嗯 就用这个吧 好吧 就用这个啊 好吧 然后把它稍微的改一改 嗯 下面这个的话呢 我们也来改一改啊 对吧 改一改啊 改一改名字 呃 然后创建文件夹这个我们不用了 对吧 不用了的话呢 就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嗯 这个函数已经搞定了 呃 搞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 定义一个函数吧 嗯 定义一个组函数啊 让去运行我们这个代码 好吧 然后这里面也传入一个UIL 啊 当然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 首先发送请求 对吧 发送请求的话呢 get response 呃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UIL给它传进来 好吧 传进来之后 它前面的话呢 会给我们 它给到我们的是什么结果 对吧 response 就是一个响应体呃 那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可以点一个test 是吧 点一个test 然后是一个data html 接收一下 好吧 呃 接收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去解析数据啊 就它 对吧 使用这个parsal1 去解析这个data html 对不对 啊 然后 呃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linkUIL 啊 给到我们很多的linkUIL 对吧 这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forcing环啊 link 一个 不能用UIL吧 改成这个list吧 好吧 见名之意一些 对不对 用一个linklist 好吧 然后呢 对它去pland的发送请求 对吧 这里面写一个1 好 那接下来通过这个parsal parsal2呢 去发送请求 就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些 没有基础同学听不懂啊 可能啊 有一些没有基础同学听不懂 呃 但是没关系吧 好吧 听不懂 不重要 听不懂不重要 好吧 就这个地方可能说 呃 有绝大多数同学 应该是听不懂吧 好吧 我感觉 我个人感觉 是不是真的 有道同学看不懂的 没关系啊 看不懂 没关系 传入UIL 然后下面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不用了 这个可以不用了 直接传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对吧 直接传这个Image的地址 然后这个 会帮我们直接发送请求 对吧 这里面会帮我们发送请求 呃 那没关系吧 我们就直接用它啊 嗯 嗯 然后下面内容就可以干掉了 呃 我们就不干掉吧 好吧 我们就不干掉 我们给它放下去 好吧 给它注释一下啊 不能注释一下 然后给它放下去吧 好吧 然后我们复制上面两行 然后呢 取消注释一下 好吧 然后使用这个run函数 去对里面的一个地址 去发送请求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就改好了 改好就把它关掉 好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右键运行 来测试一下 没错了啊 应该是链接有问题啊 应该是链接有问题 我们来达个断点吧 等一下啊 等一下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好吧 好吧 好 这就会有问题 那我可以有问题 我可以想收到 我可以带路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到现在都没问题 应该是网络的原因 到现在都没报错 没有问题啊 楼边都有啊 我们答应一下吧 好吧 我们在这里答应一下 print来一个 正在下载 加一个 那样的吧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就实在是报错的话呢 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啊 然后欧吼同学说不懂 对吧 欧吼同学在不在 我来找一找啊 欧吼 欧吼同学已经跑路了 在啊 在好吧好吧 在的话 没跑路 我也跑路了 跑路了我就干脆可以不讲了 我来讲一下啊 就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是把每一个功能 每一个功能分成了对应的模块 比如说的话呢 第一个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吧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几个流程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解析数据 然后保存数据 是不是说了这几个流程 这个你知道吧 这个明白吗 就我们正常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懂 正常的这个流程能不能懂 欧吼同学 这个懂 对吧 好 能懂那就好办了 对吧 那我们上面的话呢 是干嘛呢 就是把我们上面说到的这几个功能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以及解析数据 和这四个步骤 给它 分块地给它 做成了几个函数 对吧 比如说 就像这个函数 它就是专门帮助我们发送请求的 明白吗 它专门帮助我们发送请求的 它就负责发送请求 能不能明白 它就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好吧 这个是 就相当于每一个 每一个功能 每一个步骤 都给它分成了一个模块 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模块 懂吗 然后这个发送请求 是一个功能 是一个功能 懂吗 就你之后的话 你不管你访问任何网站 你都可以直接用它 好吧 然后这是第一个 明白吗 能不能懂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你去定义它 对吧 它可以去帮助你们 完成某一个 重复的功能 对吧 可以帮我们完成 某一个重复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下面 要发送好多次请求 对不对 要发送N次请求 那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 去发送请求 对吧 很多的重复的东西 我们可以不用去写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每一个请求的时候 你都要去加这个Headers 对吧 那你可以不用加 对不对 甚至来说在后面 你如果说想要直接获取这个点Test 对吧 你甚至都可以不用写 对吧 这个返回的内容 就是一个响应题 就我们刚刚接受的一个响应 能明白吗 这个我和同学 Personal你不懂 这个下面是吧 对吧 保存数据这一块也能懂 对不对 保存数据的话 它就是专门用来 给我们保存数据的 对不对 这个函数就专门用来保存数据的 保存图片数据的 对吧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不管是 爬一些其他网站 只要我们把链接拿到了 那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 可以直接copy它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它就可以去帮助我们保存图片 对不对 好吧 然后我说Person这里不懂 Person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是 来看一下 你是这个函数不懂 你是这个函数不懂 还是里面的代码不懂 这个我还是问清楚 对吧 你是函数不懂 还是代码不懂 你是知道函数 但代码不懂 对吧 这样子 好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就跟我们request.get一样 没有 就跟我们request.get一样 比如说我们使用到 这个request.get 对吧 是使用的request里面的一个get函数 对不对 使用的是request里面的这个get的一个方法 去帮助我们干嘛 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 对不对 这个request.get应该能够理解 对吧 那Person.select呢 同理可得 对吧 同理可得 Person的话呢 是一个第三万魔幻 对吧 使用它里面的一个select 然后呢 里面去传入我们想要解析的内容 那它可以 它就可以使用到这个select.css 可以帮助我们去 可以帮助我们解析数据 懂吗 这是这一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有没有问题 大致懂了 下面一行的 对吧 没错 这个我 为了让你们能够懂 只能说 用一些白话 让你们能懂 没办法 好吧 然后这个序列 叙利亚大宗 同学说的是没错的 可能你还是有点不懂 对吧 但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工具.css 使用css的一个语法 去提取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去提取元素 好吧 提取的是什么元素呢 提取的是网页当中的元素 提取的是网页当中的元素 你看 举个例子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对吧 这样的一行代码 这里面的一个东西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 来看一看 右键检查 在element当中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 找到对应的一个内容 来找一找 对吧 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个标签内容 看没有 每一个 就每 这啥呀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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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下来了 不能下来了 对吧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 匹配每一个标题内容的一个链接 你看 匹配每一个链接 我们需要的链接 好吧 提取我们需要的元素 但这个语法的话呢 如果说你不懂 那 那你就只能去学了 好吧 这个就只能去学了 这个里面的语法不懂 就只能去学了 但外面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使用它里面的一个CSS选择器 去提取 里面的一些 网页里面对应的一个元素 你看 网页里面对应的一些链接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内容 可以吧 白思记正义 好吧 二手电脑吧 有问题 运行 感觉正 感觉正直 和正直有点像 他们的一个目的都是一样的 可以吗 就这两个东西 他们的一个目的都是一样的 懂吗 你用正直也好 用CSS XS等等都好 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为了去干嘛 提取数据 他都是为了提取数据 好吧 所以说他们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具体想用什么 用什么合适 那是看你们自己了 好吧 那是看你们自己了 好吧 当然有些时候 为什么说我们要去学习这个CSS呢 是因为网页 你要匹配的内容 可能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网站 你可以用CSS 可以用XPAS 也可以用这个 二一 用正折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但有一些网站 你用正折 它就不太适用 它就用得很麻烦 你去写正折的话 它会很麻烦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学习的话 还是要把一些种类 多多少少还是得学一下 CSS也好 XPAS也好 二一也好 我们都得去学习一下 好吧 跑了这么多图片了 停一下 停一下 怎么这么多 我的个天 老爷 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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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了 我们这个图片就不看了 你们想看 你们自己偷偷看 好吧 我们就不看了 反正就那样 对吧 然后就病成瘾 同学 打包失败 你是什么版本的 这个 你是什么版本的解释器啊 现在高中开始教Pathom了吗 对没 现在高中开始教Pathom了吗 现在高中开始教Pathom了吗 我刚刚看到的 刚刚突然看到的 你是大学了 高中 高中教Pathom 什么地方啊 高中真的能学会吗 有些学校叫 高中为什么不能学会啊 对吧 高中也能学会啊 我们还有小学学会的 这个真的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好吧 我们还有小学学会的 真的是学会的 给你们看一看 就这个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小学生的东西 小学生 你没听错 是一个小学生 对吧 学不学不看自己啊 也对啊 也对 也没错 对吧 就跟 这个学Pathom就跟什么呢 就跟你们去 义务教育 类似 有一点点类似 对吧 逼你没有用 怎么逼你都没用 对吧 只有靠你们自己 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你们才会想办法 想着法子去学 对吧 就真的呢 就比如说你喜欢 你有一些心血爱好 对吧 你喜欢打篮球 你喜欢唱跳rap 对吧 那你花钱 你都会想去做 对吧 你算借钱 你都可能会想去做 对不对 是吧 就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是打游戏 对吧 打游戏这个东西 不管是哪个阶段 对吧 你们都喜欢打 是吧 甚至有些的 打游戏打到入迷的 对吧 就游戏充钱 嘎嘎就充 嘎嘎就充 对吧 往游戏里砸钱 对吧 为什么他愿意砸呢 因为他喜欢 对不对 对吧 但是你们如果说 对Pathom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吧 那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就当作一个兴趣 就是一个兴趣 少年归归 算法竞赛 得了吧 这种 学Pathom的话 我们就之前那位 那位GY包的同学 那位小学生同学 小学生同学 他之前就是在那个 12编程里面学过的 就之前就在12编程里面学过的 啥屁都没学到 屁都没学到 是吧 他学的内容就还不如 还不如我们系统客人的 百分之一 真的不如百分之一 一点都不夸张 丝毫不夸张 好吧 就少儿编程 还有儿童编程 就这种东西 其实 其实就是玩 其实就是玩 对吧 真的 这个就是玩 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玩 对吧 就带一群小朋友 对吧 然后玩 就是玩 对吧 就没有任何的 这个知识点含量 就带你们玩而已 而已 好吧 我把木贼老师恢复原样 让它变大一点 怎么办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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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